起子 调整起子的操作与保养 起子 调整起子的功能用途 起子又称为螺丝起子或螺丝P 主要用途为旋转固定、拆卸、调整螺丝而设计 为因应各种螺丝需求 一头形区分为一字形、十字形、心形、六角形、套筒形等 其中每一形上有各种不同尺寸 为了工作方便 通常会将数种规格不同的起子组合成为起子组 精密电子电路调整时应选用五杆调整起子 不可使用一般的起子 因为一般起子大多以钢材制造 并在前端充磁方便吸附螺丝 因而将可能造成精密电路的调整误差或频率偏移等现象 购买时需要注意头形和尺寸外 应特别注意铁杆的材质 因为一只起子的使用寿命全赖于铁杆材质的优劣 市面上知名品牌大多会在起子前端以高周波加硬处理 但不一定会染成黑色以提升使用寿命 但有许多不效业者却仅以染成黑色充当加硬处理 选购时应慎重分辨 起子 调整起子操作前注意事项 不可把起子当成刀、钻、铁、翘、冲击等工作使用 除了验电起子外 不可用来当作检验电压和电源 以防触电 不能用于短路充有高压电的电容器 以防火花使刀口变形 起子 调整起子的操作方法 一、旋转固定和拆卸螺丝 使用时应先确认起子尖端的头型、尺寸和螺丝帽完全吻合才能使用 否则将因而造成螺丝划牙或起子损坏 使用起子湿力转动螺丝时 起子及手背湿力方向应与螺丝面保持垂直 并使起子尖端压紧在螺丝的钩槽内 避免因划牙而损伤起子尖端或造成螺丝槽变形 一般螺丝逆时针方向为放松退出 而顺时针方向为固定锁紧 二、调整元件 调整元件前应选用五感调整起子或陶瓷起子 不可用一般起子充当 使用前应注意可调零件可转动的圈数和范围 一般可调零件仅能转动约三分之二圈 用力超过可能造成零件损坏 使用时与一般起子使用方法相当 但应注意缓慢转动 不可用力下压或强迫转动 才不会造成零件的损坏 起子调整起子的保养与维护 一、使用后或长期不使用时应涂上防锈油 二、对于已生锈的螺丝应先给予加油润滑或轻微敲击 使铁锈剥落后有草口时再进行放松 三、调整用起子使用后 应盖上保护盖 并且避免重衰而损坏 三、调整用本来